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IT的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画面标题 2019年技术路标 全战工程师 是这样 就说咱们毕业生朋友 或者说想学新技术的朋友 想当全战工程师的朋友 有点迷茫 就是说我现在该学什么技术 2019年了 技术这么多 我该学什么 所以是这样 我觉得对于这些个有困扰 有苦恼的朋友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作为视频 把我掌握的 现在当今比较流行的技术 给您总结一下 咱们来分享讨论一下 好不好 好 那咱们就马上开始 首先说 我这套视频面向的人群是 大家请看 我写出了三个 前段工程师 后段工程师 或者说是全战工程师 都可以 但是有一个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 大家请看我下面有一行小字 您不必学习 本套视频所介绍的所有的技术 我只是帮您打开一个技术视野 对吧 您应该根据您自身的实际情况 兴趣爱好 来选择您适合的领域 就可以了 好 那咱们开始 首先说 操作系统 作为咱们全战工程师 哪怕咱们就作为工程 普通的IT工程师来说 咱们就掌握到操作系统 大家请看 Windows 10 咱们肯定要会 7没有必要 7以前的操作系统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7到明年 到2020年的1月份 Support结束 大家就全会转到Windows 10上来 所以说咱们要学会 Windows 10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然后大家请看 Mac 苹果公司的Mac 这个绝对要会 然后Linux Linux 现在Linux的发行版本 多如牛毛 对不对 我给您整理出来的三个 这三个您必须要掌握 第一 Ubuntu的Serv版 比如说咱们要 架一个企业的服务器网站 肯定要用到Serv版 对吧 我推荐您使用Ubuntu Server 然后Ubuntu的桌面 这个用于咱们 客户站开发 也是非常有好处 接下来Deep in 这个是咱们国内 深度定制的Linux 有些女朋友 可以要学习一下 同时 下面这两个 大家请看 这个虽然说 不是咱们开发专门操作系统 但是应该也是主流的 手机操作系统 咱们应该也要掌握 它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好不好 OK 这是操作系统 接下来 基本软件和工具 咱们要掌握哪些个 软件和工具呢 首先大家请看 文本编辑ID 咱们要掌握的是VSCode 对吧 Sublam Test 不过这是收费的 Atom Atom现在用力比较少了 源于Github 还有Adobe的Brackets 我现在用的编辑器 是VSCode 对不对 但是我起价用的是Bracket 也非常的好用 它编写网页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综合ID 首先Eglis Eglis是老牌假接近旅 Eglis肯定要会 然后STS STS是用于开发Spring 框架的Eglis的ID 我一般现在开发Spring的工程的时候 会用STS非常的方便 然后Intellity 这不用说 这个社区版的也非常的好用 而且它代码的自动生成的部分 功能也是非常的强大 接下来 最后这一个 大家请看Zoom ID 最后这一个 我这鼠标这么老没有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宇宙最强 微软的VSCode 2019 这个宇宙最强 没什么可说 不接受反驳 好 接下来 外的浏览器 咱们要掌握Chrome 肯定要会 对吧 然后是Firefox Sufferty 包括IE Age 为什么要掌握这四个 这四个是主流 你说其他还有好多 其他的浏览器 咱可以不去管 因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做网站开发的时候 或者说是应用开发的时候 主要支持这四个浏览器 就足够了 接下来 大家请看 原型设计工具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做系统 不管是外部系统 还是桌面系统 还是手机系统 都需要一个原型设计工具 一般的公司可能用的最多是Excel Excel其实不好用 我给你推荐几个 第一 Adobe的XD 现在我们公司的美工组 就是用这个再做原型 非常的好 然后Photoshop 这肯定也是要掌握 Sketch 这是做原型的 现在还有一个Figma Figma 居然支持在线多人原型设计 也是非常不错的系统 不过这都是收费的了 接下来 终端命令工具 您需要掌握的是 IMS-DOS 这是微软的Windows的终端 然后Linux-Bush 咱们要掌握 要会 基本的命令要会 然后WSL包括2 下个月推出的2 也要掌握 这个是在Windows平台下 嵌入的Linux核心的 Linux虚拟机 接下来 ITEMS-R PUTY HYPER 这都是最基本的终端工具 您也要掌握 OK 关于进入软件和工具 就说到这 咱们接着往下走 网页技术 作为全战工程师 网页技术肯定要掌握 都掌握什么 大家请看 第一个 HTMR5的基本要素 第二 CSS3的基础 比如说自行自体 位置布局 箱体布局 内外边框 雨白等等 我其实有一套CSS课程 不过看的朋友比较少 我就听更了 如果喜欢的 看的朋友 我还会继续做CSS课程 也是非常精彩 网页为什么这么漂亮 主要是因为CSS太精彩了 接下来 弹性布局 Flexbox 包括CSS网格规范 比如说咱们把网页 分成12列 对吧 这12列的网格规范 都是什么样子 您要知道 是基础常识 同时CSS也需要编程 所以说您要掌握 网页技术的话 CSS的编程 也是必须不可少 同时 大家看最后这一点 浏览器的调试工具 像Chrome Chrome有开发者工具 像Firefox Firebug 包括IE都有 浏览器的调试工具 从Firefox的Firebug开始 然后现在是Chrome 做的最好 但是这三个浏览器都支持 您也要掌握 它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好 再往下 响应式布局 您想 咱们要是做一个网站的时候 怎么能不会显示的布局 您要掌握的知识点是 第一 Viewport的使用 对吧 我客户端 size有多大 然后网页设计的是被多大的客户端设计 两边怎么匹配 用到Viewport的概念 对吧 包括流逝布局 包括媒体查询 这非常重要 我做个网页 但是我要知道用户的客户端是什么样子 是手机 是屏幕 是多大的平板 等等等等 这个是需要用到媒体查询的命令 您要掌握 接下来 这个也非常重要 PX EM IM的理解 以前像我编程 像我编网页 都喜欢用PX 像素 对不对 现在不了 现在用像素的话 是没法做这个响识布局了 咱们应该用EM IM 都是什么意思 您应该掌握 接下来 接下来这点非常重要 移动优先设计原则 Mobile first 手机优先 以前咱们做网页的时候 做网站的时候 都是为PC做准备 对不对 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变了 是手机优先 换句话说 咱们作为网页 首先先要看 手机能不能看 然后再看PC能不能看 所以说 咱们要意识到 一定要以移动优先的设计原则 进行开发 OK 再往下 系统部署 您作为一个全程工程师 怎么能不懂系统部署呢 您需要了知道的知识 应该是 大家请看 域名登录 像我有一个 comma video.com 域名 您应该知道 如何申请注册域名 以及如何管理域名 同时包括DNS的知识 也要知道 另外 像这个共享主机 现在共享主机用比较少 前几年比较多 共享主机 以及虚拟机 VPS 像我现在自己的网站 用的就是VPS 自己装系统 自己管理 这个您也要会 知道怎么回事 同时文件传输的方法 FTP FTP用比较少 因为它没有加密 SFTP SCP都该怎么用 您也应该知道 不光是应用于图形界面 包括命令行 该怎么使用 您也应该知道 同时 现在还比较流行的 一个静态网站的宿主系统 比如说像GitHub的Pages 这个我也有 包括GitD的Pages 这些 其实非常简单 这些一般都是您框架 在一个Git的代码管理系统 然后它自动给您生成网页 也是非常不错的工具 您也应该知道 它的基础的 基本的使用方法 好 咱们再想一下 CSI的编程 刚才说到 您要掌握的知识是 大家请看 CSS的结构化 CSS的变量 CSS的嵌套 CSS的混合 以及函数 同时CSS的继承 看起来就像是一本语言 对吧 我屏幕这给您列出了几个 Less SAS Stylus 这几个您掌握其中之一 就好 我推荐您学这个SAS 好 咱们再想一下 JavaScript 您说这个年代 咱们能不会JavaScript 对不对 一定要会 这个是最流行的语言 没有之一 不接受反驳 好 咱们看 您要学习JavaScript 那要学什么呢 数据类型 函数 语法特性 包括它的面向对象的编程 JS是支持面向对象的编程 同时 Doom的操作与事件 咱们要写网页的时候 您一定要理解 Doom的文档对象模型的概念 对不对 同时 还要知道 这些事件之间的如何发生 如何交叉操作 都要会 哪怕有朋友说 我现在不用JavaScript 编程 我用JQuery 我用VUE 我用React Angular 用什么都可以 这些是您要知道网页编程的基础知识 用什么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的内容知识 好 再接下来 咱们还要回Json的操作 因为咱们现在的服务器 咱们现在的网页编程 不是说每次都要提交了 对不对 咱们很多事要通过Json的数据格式 和服务器端进行数据交换 那么基础的Json的操作 您一定要会 同时 Ajax 咱们是Ajax Ajax 也要会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为了响应 为了让网页运行更加的高速 用户的体验更好的话 咱们很少用于网页 每次提交提交 而是用Ajax操作 怎么做 您应该也要会 同时 学Json就一定要掌握最新的ES规范 比如说 建筑函数 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建筑函数看到就晕 没事 建筑函数其实就是参数一个 省略写法 建筑函数 一步调用 包括回调地域 都该怎么解决 您也应该知道 我以前讲Node.js的时候 专门被回调地域怎么解决 专门做一个视频 有心理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好 再往下 前端开发基础 都该掌握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你要想开发网页的前端 要掌握的是 大家请看 静态网站的开发 纯HTML CSS GS 该怎么做 然后网页UI布局的设计 您要会布局设计 比如说网页的头部 脚部 边条 弹出框 都该怎么设计 因为是这样 咱们在做一个网站之前 咱们首先要出布局的设计 对不对 这些设计的知识 您也应该要知道 同时 前端开发的话 就离不开HTML和CSS框架 有这么几个 最著名的 大家请看 Budelstrap 这个我做过 专门的一系列视频 给您讲解 Budelstrap 包括Foundation Semantic UI 包括FrameworkG FrameworkG 这个是什么 这个说两句 这个就是手机开发平台 应该说是 手机优先开发的平台 它设计的UI 就像手机iPhone的UI 非常的像 有幸福 可以访问一下 FrameworkG 也是非常的不错 同时 咱们想做前端开发 JavaScript的框架 要掌握 我马上给您说 好 大家请看 JavaScript的框架 有哪些 现在最流行的 就三个 React VUE 包括Angular 为什么这三个最流行 下面我写出了选择的理由 因为这三个 业界 人气最高 社区活跃 对吧 然后他们的UI 交互功能性更强 对吧 都是双向网店 对吧 同时 组件模块众多 第三方的 最后一点很重要 优质的维护团队 没什么可说的 这三个 您掌握 其中之一就可以 但是全掌握 那是更加的厉害 好 接下来 服气端渲染技术 刚才这三个技术 都是客户端渲染 对不对 这三个技术 分别提供了 服务气端渲染的技术 您也应该做到知道 未必在您的工作中用到 但是您要知道 服气渲染技术 是怎么回事 OK 这样 接下来 咱们客户端的编程知识 讲完了 那么服务气端编程 都有哪些知识呢 是这样 服务气端编程的语言 很多嘛 大家请看 我给您列出几个 其实还有很多 Note.js Python PVP C Sharp Luby 包括Java 这几个语言 现在应该说是都比较流行 现在PVP稍微有点走下坡路 其他的应该是都比较流行 Luby现在也有一点走下坡路 包括Java收费 现在Java在做的 服务气端语言排名当中排第一 但是因为今年Java开始收费 所以Java今后也会走下坡路 什么会比较流行 我认为 Python或Note.js 可能会比较流行 如果有朋友说 我就想开发快 不太强用性能 用Luby也是比较不错的 包括.knit 要推出.knit code5以后 C Sharp可能也会流行起来 咱们还得要随时看 随时分析 目前来说 这几个语言 当然还有够语言 等了很多 目前来说 我推荐您首选的是 Note.js和Python 其他的要学 我也不拦着 好 再往下 数据库开发 好 咱们一点点就往后走了 数据开发 咱们要掌握的知识式 大家请看 关系型数据库 对吧 NoSQL 云服务 包括轻量级 咱们一个个看 关系型数据库 这个是比较普遍了 现在可能95%以上的网站 都用是关系型数据库 用哪些 MySQL 不用说 不过MySQL 现在被Oracle收购 PostleGrade 这也是非常不错 非常流行的数据库 我激烈推荐 然后 微软公司的MySQL 我当时学数据库 是通过 是这个数据库起价 因为为什么 使用简单 然后还有Oracle Oracle主要是大型企业内部用 用于网站 还真的不多 起码我就没听说过 用Oracle做咱们外卖网站 也有 我以前做过 券商的项目的话 用的叫道学是Oracle 好 再往下 NoSQL 手推Mongodb Mongodb 我专门做过一系列课程 给您讲解 有兴趣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您做到了解 绝对没有亏齿 然后还有其他的NoSQL 比如说Ladies 比如说HBase HBase是文件存储的 和Hadoop 阿帕奇的Hadoop 进行配合 还有Kassandola Kassandola也是不错 云服务 这个时代 怎么能不会云服务呢 不过这些云服务 咱们在国内能不能访问到 我现在不知道 Firebase 然后包括AWS AWS咱们国内应该能访问到 而且AWS数据库中心 在国内 在杭州是哪 应该也有建立 同时还有阿里云 这个咱们要掌握 尤其像咱们做小公司来说 我不可能去维护一套 完整的服务器的硬件 对吧 那怎么做 用云服务的话 性价比最高 同时 新两级数据库 您也应该知道 像SQ Lite 这个一般都是本地学习用的比较多 但是作为知识 您也要掌握 同时Ladies 包括Memcatch 这个主要是用于缓存服务器 包括Ladies 你也应该掌握才好 OK 再往下 内容管理系统 太重要了 我给您推荐三个 WordPress Drupal 包括Zoomla 是这样 这三个内容管理系统 属于PVP的 最好用的 这不能说最好用的 应该说是功能最强的 是中间Drupal 它插件机制 功能非常的强 非常的灵活 效率 虽然这三个效率都不高 但是功能最强是Drupal 但是用的最多的是WordPress 是这样 因为有的公司 他想做个网站 做网站 你想还得请工程师 还得设计 很花时间 对不对 可是他其实 网站的内容又很少 就是几个网页 十来个网页 让宣传自己公司的产品 就够了 对吧 他也不想养一个团队去维护 那么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解决方案 并不是说给他做网站 再加数据库 完全不是 而是说用内容管理系统 CMS 目前来说 最省事 或者说人才最多的 就是WordPress 所以说 推荐您学习一下WordPress 我当时自己做网站 用的是Drupal 其实也许了好长时间 很头疼 而且考虑到 Cash问题 其实挺烦的 Drupal用的也是不错 也可以 好 咱们再往下 手推WordPress 再往下 中端工具 您一定要会 你说作为一个工程师 怎么能不会中端工具呢 首先说 大家请看 这些基本命令 是不是都得要会 目录管理 然后目录建立 文件拷贝 等等等等 命令行是多如牛毛 您一定要会 这个东西不怕多 好 接下来 原代码版本管理工具 现在怎么能不会 这些东西 比如说Git Git我专门做了一套课程 给您讲解 Git的命令 这个工具 您一定要会 120%要会 同时 SVN SVN是这样 咱们在internet上 代码管理的话 咱们用Git 但是咱们公司内部 有局域网代码共享管理的话 我手推SVN 这个Git就非常显得不方便了 我手推SVN 尤其是团队不是很大的时候 手推SVN 没有之一 接下来包管理工具 这个您应该做到知道 NPM 太常用了 对吧 Yang 然后Peep Pub Gem 这都哪的 像这个 这个是Python的 这个是DAT语言的 这个是Luby的 这是Node.js 接下来打包工具 您应该知道的是Webpack 没说的吧 Gradle 安卓的开发 用的就是Gradle 对吧 包括现在最流行的Puzzle 您也要知道 好 接下来构建工具 推荐两个Glump 包括Ground 这个是任务管理工具 这个您做到了解就可以 好 再往下 其实为什么说做到了解就可以 比如像这个构建工具 或者说打包工具 比如咱们用VoE的命令和模式 这些工具 其实不是咱们去维护管理 咱们只要知道就行 这些工具的活用 是比如说现在游大神 他们团队去维护的 去管理的 怎么活用 比如说Webpack 对吧 现在VoE320之后 要出到Webpack 4.0了 好 再往下 操作部署的基本知识 有哪些 部署 大家请看 Linux 咱是不是要会 SSH要会 Git 刚才说过了 包括一些服务器软件 咱们也要会安装部署 比如说Apaq Nginx Tomcat等等 很多 比如说我要搭建一个Web服务器 我是选Apaq 还是选Nginx 如果我选Apaq Apaq的配置文件 都该怎么配置 我想在一台服务器上 做多个训组主机 都该怎么做 这是Apaq软件的使用方法 您应该要知道 包括Nginx 也是一样 功能差不多 包括Tomcat 我装Tomcat 我怎么和Java的WebApp 连接起来 等等 包括我想搭建一个 邮件服务器 等等 都该怎么做 这是最基本的部署知识 您应该也要学习到 平台 AWS Amazon 像我们用这种Amazon Heloc Azure Azure是微软的 包括阿里云 这些东西 您未必做到全掌握 全精通 至少精通一门 虚拟技术 非常重要 Docker 没说的 WireGround 没说的 然后K8S K8S现在是最新流行的 自动化的虚拟解决方 它支持集群 您也要做到基本的了解 好 再往下 手机开发 您说现在作为一个工程师来说 怎么能不懂手机开发 推荐几个 首先 React Native 首先说这种 怎么说呢 混合编程 您不要太强调 它的功能有多强大 不要太强调 它的性能有多优越 仅仅是说 它的开发更快一些 效率更高 好 React Native 然后NativeScript 包括Ionic Ionic 我当时学过 其实都差不多 它是内部 基于阿帕奇的 阿康多拉应该是 都差不多 包括以前我还学过 Titanium 换套不换药 给我感觉性能一点点的 就不够用了 包括有一个叫Airbnb 以前用的是React Native 结果一看性能不行 结果又变回原生了 好 咱们先看 前面这三个 这都是基于GS 或者说用VUE 用这种TypeStory都能开发 接下来Flutter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Google公司 新出的开发多平台 不光是手机 是多平台的编程框架 它基于DAT语言 也是非常的不错 非常有前景 我现在是非常看好Flutter 它是从零开始来进行渲染 它提高应用程序的使用效率 但是也没有解决多平台 普通编程的根本问题 这个我会持续关注 今后有时间 我给您做Flutter的课程 接下来 这个怎么念我都不会 这个是C Sharp的多平台的开发 这个我当时叫Zamine 它叫什么 我忘了 这个不管了 这个我对这个技术不感兴趣 好 再往下 原生 推荐您学习Swift和Cortly 这个没说的 不推荐您学习Java和OperialC 好 再往下 TypeScript 太重要了 现在支持TAS的框架 是越来越多 没有之一 这个语言咱们一定要学 而且这个语言 我现在已经做出了教学视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静态语言的属性 面向对象编程 最新ES标准 都放支持 大家请看 Angular React VUE都在支持它 没有不学的理由 好 再往下 PW 建计式的Web应用 这个现在国内不知道应用多不多 响应式 离线可用 模拟原生 咱明明是WebAPP 但是它却可以模拟原生 而且它免安装 桌面通知缓存功能 它都支持 同时是基于HTPS的 信赖可靠贴切 有机会吧 有机会我给您做 这个不用说讲太多 这个只要给您做一个APP 您就马上能明白 PWA的大概的使用方式 现在也有一些网站 支持PWA 今后有时间 我给您介绍一下 给您写个例子 您马上就知道 WebAssembly 这个太重要了 这个我给您念一下 WebAssembly 是一种新的编码方式 可以在现代的网络 浏览器中运行 它是一种低级的 汇编 类汇编语言 拥有紧错的二进制的格式 可接近原生的性能运行 并为诸如C++ C++ Rust等语言 提供一个编译目标 以便他们可以在Web上运行 它也被设计为 可以与GS JavaScript共存 允许两者一起操作 说了这么多 什么意思 下面有官网 可以去看一下 这么说吧 咱们现在比如说 编写网页 咱们一般用GS 对吧 JavaScript 编写完了网页 里面有GS代码 然后用户怎么用 他就把网页的代码 GS下载到它的客户端 然后解释执行运行 对不对 OK 那么WebAssembly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GS的肯定性能低 那么WebAssembly 怎么解决呢 咱们代码 还是在服务器端写 C++ C都可以 写完之后 那么浏览器 会把下载下来代码 在本地做一个编译 你想编译后代码 肯定比原生的原代码 解释起来 性能要高 对吧 它解决这个问题 让咱们网站端的程序 下载之后 编译出来的APP APP的性能达到最高 充分利用硬件性能 因为用户端的硬件 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们要根据 用户端硬件的区别 来做分别的编译 所以说编译的工作 其实是在客户端做 但是性能却非常高 而且支持缓存的功能 现在还是没有普及开 等普及开之后 我觉得应该做客户 给大家讲解一下 WebAssembly 好 再往下 其他 讲这么多技术 还有什么漏掉的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 多平台桌面开发 咱们现在 以前一提到 多平台桌面开发 想的就是Java Java提供Spin一套框架 可以做多平台UI 但是不好用 对吧 一般用 现在如果想做的话 可以用 比如Node.js Election 这是可以用的 包括Python 也提供了 不过现在用的不是很多 多平台 咱们都用Web开发 其实很少用Winfoam 接下来API服务 咱们现在比较流行 是GraphQL 这是一个API的插圈语言 有机会吧 我会给您也开头课程讲解一下 接下来 AI与机器学习 这个太重要了 您至少要会Python 其实现在JavaScript的 AI的框架也非常多 但是手推Python 比如说学习TensorFlow KELAS 对吧 另外 您如果想学习AI和机器学习的话 线性代数是必不可少 这个怎么教 这个我对小马视频频道 教线性代数 这个有点奇怪是吧 看吧 反正今后 这个AI和机器学习 肯定作为我课程的一个方面 但是现代数怎么弄 我还得再考虑一下 接下来区块链技术 这个咱也要会 Solidity 这是一个合约的语言 然后MIST 这是个事物关联工具 这是基于UI的 还有Coinbase 这个是虚拟货币的开发框架 这个您做了解就可以 为什么 因为现在用的 这真的是 现在还不是很多 但是今后用的多不多 我现在不好说 还有一个知识 就是物联网 物联网的知识 肯定也是要知道 我手推您 您现在如果对物联网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先学 这个Lazwelly Pi 这个树莓派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非常小型的 非常便宜的计算机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访问一下 其实我过两天 也准备做这个树莓派的一些 有趣的视频 为什么 比如说咱们现在编码 都是在电脑上瞎鼓的 对吧 以后我不用了 咱们通过Python编码 可以让一些个硬件动起来 我做小机器人 我做小飞机都可以 今后咱们一点点来 好 最后话重点 作为咱们全站工程师 咱们要具备哪些个素质 我这写了几个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 你作为一个全站工程师 那么全站开发环境的搭建 自不必说 你一定要会 对吧 接下来 开发工作流动组织 我只会搭建 我只会让我自己开发 是不行的 你也应该让团队都能够动起来 所以说 开发工作流动组织的能力 也是要具备 另外 自动化测试 您也要会 单元测试 集成测试 回复测试 都要知道 包括持续化继承 也要知道 另外 后端API 以及微服务框架的搭建 这是不用说 咱们全站 不能说光考虑前端 还要考虑后端 接下来 数据库的基本操作与维护 DBA的工作 您也要知道 DBA的工作 您不用说 到每一行 该怎么优化 或说表迹所 数据行所 这种级别的事 您也许不用知道 但是最基本的数据户的操作与维护 您一定要知道 同时 全站应用程序的搭建 前端 中端 后端 咱们一般一提 全站肯定就是前端跟后端 不对 是前端 中端跟后端 对不对 不明白了朋友 没关系 以后我会给您讲 明白了朋友 看我这么一说 肯定明白 什么叫中端 好 接下来 云部署 管理能力 也要会 SSH GIT 复制与备份 等等 您都要会 好吧 今天罗里落梭说了不少 总的来说 作为学技术迷茫的朋友来说 如果想做全站工程师 今后作为您志愿目标朋友来说 今天我给您分享这个技术 您如果都能掌握 那您很厉害 我应该向您学习 如果您不能掌握也没有关系 今后我的小马课程 也会开不同的技术 咱们一起来学习讨论 好 我看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